唉,最近那塔不太安宁啊,冒险家协会的委托越来越多了,还都和深渊有关。光是等着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我们还是去看看,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本来冒险家协会已经要忙不过来了。 你客气了,冒险家向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就眼下的情况而言,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既然能够达成合作,晚些时候,我会把目前收集的深渊情报送过来。我们再一起看看人力安排。 好的,辛苦你了。 凯瑟琳,我们来了,又有新委托要解决吗? 啊,是你们啊,正好,有好消息。火神大人那边的人手已经集结完毕,驻扎到那塔各地去了。 因为最近深渊入侵事件多了起来,要是仍然按以前的做法,接到消息之后再行动,那总是会慢一排。 所以火神大人建议,利用悬木人与冒险家协会的情报优势,及时获取那塔各地的动向。 再由我们,将消息送到最近的驻扎点,那里的战士就会立刻行动。 没错,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可以专注于收集信息,而不是在各地疲于奔命。 所以两位也不用太紧张。 最近辛苦你们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原来是这样啊。 唉,太好了,终于能喘口气了。 我知道,我没有就地躺下睡大觉的意思。 深渊的动向总是难以捉摸。 过去也有突然活跃起来的时候,对这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种突发的天灾。 等到灾难结束,大家又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唉,如果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就好了。 对哦,普通人都还不知道夜神之国的现状已经很糟糕了。 唉,这不是旅行者和派蒙吗?你们好。 啊,是卡琪娜。 唉,你身体已经没问题了吧。 唉,是啊,而且现在也不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点什么。 正好听说,火神大人在召集战时去野外驻扎,我是来报名参加的。 唉,唉,听说你最近也做了很多事。 想到你们都在努力,我也不能松懈啊。 啊,对了对了,我听西诺宁姐姐说了关于古明的事。 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 终于要见面了呀,传说中的古明工匠,这种东西居然是能打造的,现在我也觉得难以想象。 哈哈,他是个特别厉害的工匠,除了打造古明,还会做各种各样兴起好玩的东西。 委托他的人特别多,总是要排好久的队才行。 不过这次,他专门为你们空出了时间,打算全身关注地投入到这件事上。 正好我入队的申请已经交上去了,现在只需要等通知。 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一起走吧。 嗯,应该不会被拒绝吧,不太会吧。 要有信心啊,你现在已经是打赢过行业者战争的战士了。 好,好想找个洞干净钻进去! 西诺宁姐姐,我把那个需要古迷的人请过来了 她很厉害,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保证,她肯定配得上一个英雄的名字 嗯,这个我也有所耳闻 好像是位突然就展露头角的 哈?一厢人? 是的,我们是旅行者,正巧来到那塔 不,我不是在确认身份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告诉我需要新古迷的是一个异乡人啊 火神大人没有告诉你吗 没有,她只是说在她的计划里出现了一位新的协助者 因为她没有古迷,所以需要造一个新的来保障她的生命安全 她说打造古迷有不小的难度 我还以为她是不信任我的手艺呢 哼,原来真正有难度的东西在这里等着我呢 你,你生气了吗 那倒不至于,我已经习惯了,只是还需要冷静一下 她的要求每次都很难满足,所以我们经常吵架 不把话当面讲明白,反而是更效率的选择 她不在,就能跟出吵架的可能性 我总不可能向你们发脾气 道理我明白,但总归会生气啊 她明明知道帮异乡人打造古迷是不可能的 哎,居然是这样吗 你们应该知道,古迷像着某位英雄的光辉精神 又在不断的继承中变得越来越厚重 所谓打造古迷这个过程,就是把某个人的英雄事迹铭刻下来 这个人就会变成古迷最初的英雄 是,是啊,我之前见过他们的冒险手册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呢 但都是在纳塔之外的经历,对吧 那倒是 那些都是不会被记录到夜神之国的 退一步说,就算是在纳塔的经历 异乡人的所作所为也不会被记录 无法得到大灵承认的记忆与经历 都无法成为古迷的材料 再厉害的工匠也不能无中生有 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灵的要求还蛮多的嘛 嗯,马威卡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件事 但他还是把打造古迷这件事交给了我 让人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哎,难怪你会觉得生气 以前好像也有过这种事 那天看见西诺宁姐姐不知道为什么 在附近的山上跑了好几十圈 嗯,别提了 还是来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如何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东西 啊,你接受得好快 那要怎么办 事情已经发生了 马威卡可是火神大人 我总不能违抗命令吧 既然他会提出这个要求 说明在他的计划中 这个古迷不可或缺 而他认为凭我的能力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是信任我的表现 他,他已经在自己说服自己了 是,是啊 还是想想看有没有特殊办法吧 如果实在做不到 我们再 呃,去和火神大人说说看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如何让大灵承认这位旅行者的存在 并且记录关于他的冒险事件 之前我们在夜神之国的时候 好像听到过大灵的声音 也就是说大灵可以和我们交流 那如果我们联系上大灵 有没有可能说服他呢 每个部族都信仰各自的大灵 就算是要联系 究竟哪一位是最合适的呢 而且这种空前绝后的事情 仅仅是其中一位大灵的认可 恐怕还是不够 我也不知道 在这方面我的知识还不够充分 我们得找一位最精通大灵 和夜神之国的顾问才行 我能想到的人 就是烟米主的黑钥匙奶奶 希特拉利 啊,我们听过这个名字 当时我们用他的灵爵随时 找到了卡西娜的古名 能造出这种东西的人 肯定很厉害吧 我觉得能帮上忙的 但他年事已高 性格古怪 平时总是闭门不出 也不喜欢被人打扰 想见他一面都很难 我听说 如果不能让他心情愉悦 并保持耐心 他不太可能伸出援手 呃,这个 嗯,怎么了 他不是已经帮过忙了吗 而且卡西娜确实得救了 盖家是 灵爵随时从一个变成了 一对 干得漂亮呀 马维卡 刚开头就已经有这么多麻烦事了 既然这样 只能强调这是马维卡的重要命令 希望西特拉利能给火神一个面子 唉,我来写封信吧 除了信的内容 这个送信的人 最好也能帮我们说几句好话 那我们拜托基尼奇哥哥去吧 他应该是情况掌握最全面的人了 而且好像和西特拉利奶奶比较熟 他可一定要把阿乔管好 行吧 基尼奇在交涉上一向成熟老练 应该很善于把握分寸 好的 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他 那两位稍等一会儿 我去写信 等一下我们在七天神像附近见面吧 嗯,我们随便逛逛 又见面了 卡其娜和我说了情况 我会把信件带过去 说服西特拉利 正好灵爵随时这件事 我还是应该亲自去一趟 解释情况并道个歉 抱歉 把这个棘手的事情交给你 可能只有你知道怎么和他打交道 没事 毕竟我们都在为了火神大人的计划 努力 在场的人都知道 那他的情况有多么糟糕 哦 这样啊 也就是说 卡其娜和这位旅行者也知道 嗯 因为七眼目睹的过去的英雄出现在我们眼前 马拉宁说 突然有很多记忆和知识灌入了他的脑袋里 回去之后 火神大人就为我们在场的所有人解释了一切 无论是夜神之国的现状 还是英雄为何会突然出现 对哦 当时火神提到了六位英雄 在已经被承认的四人里就有西诺宁的名字 哼 看来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了 在惨淡的现实面前 能用伙伴携手同行 或许是最有力的鼓舞 我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情报 就是当时在竞技场救走队长的人 已经基本查明了 这个人也来自烟弥主 名叫欧洛伦 平时在野外独居 并不住在部族里 所以他这次的失踪 起初并没有部族内的人注意到 直到有一天 希特拉里发现了异状 欧洛伦已经很长时间杳无音许 希特拉里还认识他呀 欧洛伦是个孤儿 被烟弥主的首领 以及很多热心人共同养大 但听说这个人 从小就比较古怪 古怪 我记得烟弥主的人 大多都喜欢谈论梦境 和启示的话题 在外人眼里 已经是很奇怪的一群人了 我没直接和欧洛伦打过交道 他能在这个部族里 取得古怪的称号 恐怕相当不一般 是啊 在这点上 欧洛伦和希特拉里 有相似之处 所以这两个人 反而比较聊得来 怪不得 希特拉里如果是个 闭门不出的人 我还在想 为什么是他第一个 发现欧洛伦失踪了 目前对于欧洛伦的事 还没有定论 不知他究竟是 自愿加入了愚人中 还是受到了胁迫 希特拉里 应该急切地想要证明 欧洛伦的行为 并不是一种背叛 我打算以此为切入点 和他聊一聊 你的意思是 我们帮他调查 欧洛伦和队长的行踪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这件事就从单纯的 请求协助 变成了双方都有利 可图的合作 虽然我认为 希特拉里并不会拒绝 来自火神大人的命令 但达成合作 能让他更加投入 不至于因为 欧洛伦的事而分神 是啊 就当是灵觉随时的回礼 我们也该做点什么 不愧是玛利普的吉尼奇 思路非常清楚 那我的信就交给你了 两天之后 我们会在禁忌厂等他 嗯 我马上送他 路上小心哦 吉尼奇哥哥 那我也回去了 东西还没有收拾完 嗯 那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分别吧 两天后见 到跟希诺宁约定的时间了 我们去问问他进展如何吧 希诺宁 情况怎么样 哦 旅行者 派蒙 很遗憾 希特拉里没有回信 虽然我不太意外 哎 没回信 是不是他不想离吉尼奇啊 这个希特拉里 架子还挺大的嘛 希特拉里不是一般人 性情又比较古怪 烟弥主的人也说 不擅长跟他打交道 他不回信 恐怕是有其他用意 我们不如去圣火经济场 看看能不能等到他 只要能见面 就还有得商量 也是呢 走吧 没有人呢 那个希特拉里 需要放我们鸽子嘛 尽管我们考虑得比较充分 但他也确实没有必须答应的义务 话是这么说了 可这是火神的需求啊 他也是火神的子民吧 子民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我们更像伙伴 马维卡确实是领导者 但也不代表 我们与他之间 有着那么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 他也就是在提要求的时候 总是 嗯 对我们的期待很高 好吧 火神虽然拳头大 但架子不大 感觉还挺好相处的 不过啊 那个老太婆 什么黑药神奶奶 名其大就可以不理人嘛 你们一个两个 都把他说得很厉害 结果连封信都不乐一回 真是的 不来好歹也说一声嘛 如果老了就会变成这样 我可不要 哦 是吗 你是这样想我的 谁啊 不要突然在我耳边讲话 是啦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死老太婆 在你耳边说两句牢骚也很正常 一个老太婆还能干什么 嗯 希特拉利 你是希特拉利 你不是 你不是人称黑药神奶奶吗 黑药神奶奶 重点是黑药神 不是奶奶 而且小说里很多吧 年纪很轻的老头啊 看起来像个少女 尽力却远超常人的英雄啊 还是小孩子模样的法师啊 那是什么表情 没见过这种老太婆吗 可不要偷偷觉得我装嫩啊 你看 我都没话弄装 原来我没说吗 她是一位年轻的 呃 奶奶 疏忽了而已 我们早就接受 并且习以为常了 不好意思 那 您今年几岁 呀 询问女性的年纪不妥吧 对不起吗 你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 我只是想道歉 结果好像越说越错 我 我是觉得你不会来了 就 一气之下 请你过来是我的主意 希特拉丽 别生他们的气 要怪就怪我吧 好了 这么认真的话 我反而不太好意思了 我就是说说 你们别放在心上 我收到金尼奇的信 原本也打算来 那既然要过来 还特意写个倚月做什么 人到了就行 只不过 出门前遇到一些麻烦这种事情 也是时有发生的了 但到了这里发现 大家都比我到得早 实在尴尬 想偷偷溜过来 结果人家已经先到了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道歉 一来就听到别人在抱怨 怎么办 总之 就是这样 黑药石奶奶的心路历程 你不用知道也没关系 这个小奶奶 摆出这种表情干嘛 而且刚刚那个 是她尴尬的表现 难道烟米主那些家伙说的不擅长 跟她打交道是双向的 我看她也不擅长啊 一举一动 都有一些刻意了 总之 西诺宁 听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来锻造古名 这次情况非常特殊 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 马威卡要你为外来者打造古名 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欧罗伦的事你们也知道了 我得说 那孩子从小就听话 不可能投靠愚人中 他肯定受到了威胁 嗯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 我们帮你找回欧洛伦 你帮我们解决古名的问题 好吗 你 我就叫你旅行者了 来 过来 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 你 对 我 不会 我 觉得 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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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令人争夺不休,而你越过了黄金,雷霆与怒涛令人心生恐惧,你却度过汪洋,疲惫又自有的灵魂,临间醉绿的叶子,也祈求你的安年。 是我从你身上见到的东西。你的经历,比人们的幻想更广阔。你拥有赤诚的英雄之心,愿意举起火把走进黑夜。嗯?别动。有东西。 诶?什么?什么东西?别吓我,要不要紧? 诶?别动了。 诶? 好了,你刚从夜神之国回来,身上沾了些灵魂的碎线,我已经服掉了。 好可怕,岂不是带了半个鬼回来? 没那么严重,只是放着不管,容易精神紊乱,心情变差而已。 那还是处理了好。 举手之劳。 西诺宁,这件事就依你们的想法来办吧。找回欧罗伦之后,我带你去见夜神。 夜神?不是大灵吗? 这种一等一的大事,不足的大灵可做不了主。是否能为异象人打造古名,只有夜神才能决定。 夜神,是管理整个夜神之国的古老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借助圣火的力量,对抗深渊的侵蚀。 哦,简单来说,他比大灵更厉害。好像也对,毕竟都叫夜神之国了。 不准确,实际上并没有谁更厉害的说法。 算了,不重要。展开讲太复杂,对过吧。 我继续说,现在夜神深陷睡眠,我们只能靠初神来与他的意识产生接触。简单来说,就是做梦。 如果要举行初神这样的仪式,还得准备些东西。我列一张清单,你们谁去准备一下? 那我去吧,估计东西会比较多,还是本地人更熟悉要怎么买。 好,那我们陪希特拉利去找欧罗伦。 你们找寻途中千万小心,对方可是愚人众。需要帮助,随时来找我。 嗯,我们不会逞强的。 接下来,就要靠我们几个去把那混小子抓回来了。 我很抱歉,今天来的比喻机晚,是有原因的。 我去了趟欧罗伦的住处,在那里找线索。 这孩子平时一个人住,可屋里碎了一个瓦罐。 他养得燃苏蜜虫,状态也不对劲,估计很久没人照看。 屋里有刀痕,那种痕迹不像我们纳塔本地的武器。 应该是智东人的装备搞出来的。 听起来,像是有人冲进他家里劫持了他。 可谁没事去劫持一个住在野外养蜜虫的小家伙。 他才二十多岁,愚人众抓他干什么? 也不是说他就一定没嫌疑了。 纳塔这么多人,愚人壮为什么不绑别人,偏要来抓他? 总之,得赶紧把这小鬼逮回来问个明白。 两位,我很抱歉对你们提出这么冒昧的请求。 但找回欧罗伦的事,还得麻烦你们。 交给我们吧。 好,那我们先去目击者,最后见到欧罗伦的地方。 到了。 据目击者说,他见过欧罗伦在这里跟愚人众的士兵对话。 不知道你们愿意相信我到什么程度。 但欧罗伦是个好孩子。 不可能突然跟愚人众扯上关系。 那些人看到的,一定是愚人众胁迫他,或是向他打听消息的场面。 可是没有打到痕迹,谁会相信我呢? 唉。 。 吉尼奇不是说这个人在纳塔很有声望吗? 居然这么烦恼无助。 欧罗伦? 他呀,是被丢在路边的弃鹰。 部族里的人捡他回来,所有人一起照料。 他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他从我们这儿学了不少本事。 后来长大了,一个人到郊外住。 我移住了柜独特,它增长的水果,能作物脑型。 它真是一个好孩子。 还会偷朋友到我家里送一袋袋的蔬菜呢! 哪儿是? 一种特殊的燃素 正能帮我们寻到它的踪迹 我们就跟着这种燃素痕迹走吧 啊 什么痕迹 没看到啊 哦 对呢 忘了你们的视力 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敏感 来 把手给我 啊 现在呢 怎么样 哦 我也可以 没错 我用法术将我的感官能力暂时分出一部分给你们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你们能看见燃素 这种东西也可以分享嘛 第一次听说呢 这种法术很稀有 一般人不会 不过 我用得很顺手 不用担心 你们之中 小朋友的感知力可能稍弱一些 旅行者强一些 刚才握着你的手 能感觉到你对燃素的亲和力很不错 算得上天赋异禀吧 总之 接下来就靠视觉搜索欧罗伦的下落了 两位好好加油 这边 你看 是这个方向 嘿嘿 奇特拉里经常会讲一些玄乎的话 但还是有两下子的嘛 你说什么 夸奖了 夸奖 你真厉害 什么叫经常讲玄乎的话 我已经算很亲密的老萨满了好不好 一个老太婆 口气这么年轻 这么潮流 不潮流吗 嗯 我觉得我已经很配合现在小年轻们喜欢的说话方式了呀 可是看他俩刚才的表情 难道我还是不够时矛 不应该呀 不会给人留下什么老土的印象吧 喂 这个声音是 奇特拉利 对呀 话说回来 这次找了帮手 感觉还不错呢 有些事就应该大家一起做 噢 这个眼神 很自信嘛 看来 我们的工作会很顺利 喂 那边好像是新营地 过去看看 哎 欧罗伦这小子 可被真卷进什么麻烦室里了 嗯 根据本相岛的经验 这里有扎营的痕迹 等等 这里的燃素有点奇怪 让我看看 啊 有个形状 能算是记号吗 很小 这是燕米主的求救记号 只有我们不足的人能看动 他果然被威胁了 得快点找到他 留下这么小的记号 说明他很努力不让人发现 也就是说 他确实被愚人众看管起来了 发生正面冲突 就进去跟他们一决死诈伙了 但 哎呀 但我那乖孙子要是也在 万一打到他怎么办 啊 不行不行 谨慎 不能连孙子一起打 啊 好麻烦 啊 不行不行 不能大吼大叫 这边也有人停留过的痕迹 等等 附近的燃素情况很混乱 啊 风中的气味也很混沌 火 雷 还有其他元素 吉尼奇跟我们说过你很厉害 果然是能感觉出什么 对不对 哼 吉尼奇这小东西 总算说了几句好话 这是发生过争执的迹象 从现场残留的情况来看 双方多半是动手了 但这之后 燃素也好 元素的气味也罢 都向两个不同方向散去 你们还记得刚才的记号吗 我在想 如果欧勒伦想继续留下求救信息 不巧被愚人中的家伙抓到 那 既然信号分别向两个方向飘散 我们也得兵分两路 我选这条路 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稍后会合 欧勒伦 你到底在干什么 麻烦我就算了 还要我去麻烦别人一起找你 小混蛋 他往那边走了呢 旅行者 你刚刚是不是也听到了 西特拉里走后 那个声音也没有了 我还在心里 试着喊他名字 他也没反应 你也这么以为对吧 我也以为那个是双向的 我们听得见他心里想的 他也可以听见我们想的 他刚刚说了这种法术 他用得很顺手 以前也不像出错过的样子 难道是因为我们两个情况比较特殊 才出现了这种副作用 你这么一想 他心里的声音真热闹呀 和给我的低音印象完全不同呢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线索呢 去别处看看怎么样 这里有痕迹 沿着这个继续往前看看吧 有线索 看不出欧罗伦往哪里去了吗 好奇怪啊 意思是这里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脚印什么的根本看不清楚 可这么大一个活人 还有愚人正在呢 总不会突然飞到天上不见了吧 看起来你能听见地下的风声 订渐水 一 Podcast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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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分 两部分 一部分 两部分 一部分 一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你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种形式 我非常抱歉 但是 你就像某些动物 一杆之道危险立刻绷紧脖子 你擅长战斗 如果是在别处 我无法对你做什么 不过 你现在身处夜神之国 烟迷主熟知的领域 你好 旅行之人 我就是你在找的欧罗伦 啊 逃走 你果然这么想 奶奶也这么对你说 我被愚人中胁迫 就像烟雾里错误的预兆 你被一个谎言带到这里 留下那些痕迹只是为了引你过来 不过 欺骗绝非我们的本意 这是 我和另一位朋友见你的唯一解禁 你好 一乡的旅行者 谨慎对待这位旅人 他的灵魂暂时受制于我们 而且 似乎变得脆弱了 我非常小心才能将他捏在手里 是我委托欧罗伦布下右耳将你引到这里 又利用烟迷主的仪式 将你的灵魂带到夜神之国 你和我的几位同僚打过交道 对你我听说了不少 在纳塔如今的局面中 我怀抱诚意 请求与你进行一次正式会面 届时 我会讲述我的动机 以及为何我对火神马威卡抱有怀疑 而你 也不应该理所当然地配合他的计划 如果需要这些情报 到竞技场东面找我们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不想再引发额外的冲突 返回现实后 你将见到我 无论我说什么 请配合我隐瞒下去 这都是为了不把奶奶卷进这件事 喂 你刚才怎么了呀 我叫你你都不理我 还倒下了 喂 你怎么坐在地上 没事吧 啊 希特拉利 她刚刚愣住了 接着突然就坐倒在地上 该不会是夜神之谷 那些残留物的关系 你身上有没有哪里难受啊 休息一会儿 别着急 虽然要你们帮我的忙 抱歉啊 早知道你身体不好 我就不勉强你跟我走这趟了 不舒服要说啊 万一是身上沾着什么妖魔鬼怪 就让希特拉利再帮你看看吧 常见在外旅行的人 一定懂得不要逞强的道理 是吧 有求于我的话 尽管开口好了 不管怎么说 还是再休息一会儿比较好 哎 真够不小心的 好点没有 那么 接下来做好准备吧 刚才我跟着燃素痕迹找到了一处据点 周围有士兵看守 我有种感觉 欧罗伦很可能就在里面 就在附近吗 那我们赶紧过去吧 你可是我找来的帮手 我们的关系就像风和云 你状态不佳 我自然不可能行动 作为补偿 等会儿你可要狠狠地给我卖力气 看那边 喂 营地中间是不是有个人 是欧罗伦 他果然被云人众抓到这里来了 哦 我们来打头阵 哎 发什么呆 上头要你办的事做完了吗 没有太阳 什么 没有太阳的时刻 我无从看清真相 你挡住了光线 请你让一让 啊 除了废话 你还会说什么 啊 我要拧掉你小子的头 自己身边的伤衣 我看见你人的信任 啊 我看见你了 芯特拉丽正在努力装作不生气的样子 准备好了吗 去收拾它们 倒数 三 二 一 居然还打算抵抗 这么严厉 欧伦伦 奶奶 虽然知道希特拉丽是黑钥匙奶奶 可真听到有人喊她奶奶 还是很奇怪 你 你也好 爷爷 你叫她什么 爷爷 不对吗 你是奶奶的朋友 看起来同辈 那就是爷爷 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不要这样想 当然 跟奶奶我看起来同辈的人很多 你不能对着满大街的人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啊 等一下等一下 这家伙不是小孩子对吧 可别是长着这种脸实际上只有八九岁吧 你的话像长道次的藤蔓那样扎进我心里了 道次很难取出来 要用镊子拔 你伤什么心啊 就说是不是吧 不 我当然成年了 但奶奶总说要懂得感恩 我被烟米主的各位共同抚养长大 有恩于我的都是长辈 对 对 遇到了有史以来被分最小的人 欧洛伦 你以为这样就能少阿姨对骂吗 我从你小时候就一直叮嘱吧 三个警惕 警惕野兽 警惕骗子 警惕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怪人 记得这么牢却做不到啊 你一个人住 遇到麻烦的概率本就比我们高 现在倒好 遇上了这么大的麻烦 甚至还被抓走了 不得不靠别人来救 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 你现在说不定 已经脑袋和身体分家喽 抱歉 奶奶 下次我一定注意 下次 这么危险的事儿 你还想有下次 开什么玩笑 他们没伤害你吧 没有 只是问了我很多关于那塔地形的问题 让我画出地脉分布图 你老实告诉我 那个帮助队长 从火神带人眼前逃离的神秘人 是不是你 是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 因为他们说 接下来需要我的协助 如果我不同意 他们就会找到奶奶你 而且他们还说有办法对付你 奶奶我可不是一般人 他们真敢来吗 你这孩子也是 脖子上面长个脑袋是摆着吗 怎么别人说你就信啊 幸好火神大人只说了 要找到燕米主的神秘人 没把你这臭小孩的名字 直接写进通缉令 你可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即便眼前所见之真实将到来 也无需提前恐慌 我交给你的话 都忘了吗 对不起 唉 罢了 被打倒的愚人众 还有淫地的状况 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总归也算是证明了你的清白吧 收拾一下 大家随我回去吧 欧勒伦 记住这次的教训 给我彻底反省 还有 到了城里先跟我到花式处去 把事情原委都讲明白 好的 需要带点我种的菜过去吗 菜 嗯 我家的田里有不少蔬菜 自己种的非常新鲜 火神大人应该不挑食吧 都什么时候了 别想那些了 要是真碰到了火神 你首先应该 背诵三个警惕 什么呀 应该先强调 你没有和愚人众勾结 烟米主的教育怎么搞的 好的 原来如此 欧勒伦出手相助 是因为他曾经承诺 会帮队长一个忙 以此免去余人众 找希特拉利麻烦的可能 是的 抱歉 看在欧洛伦是出于保护族人的意愿 能否请你们征求火神大人的原谅呢 我们会整理信息如实回报 有了结果会尽快通知你们的 我需要待在这里吗 理论上是需要的 但如果希特拉利女士愿意当你的担保人 你就可以自由行动 那行吧 没时间花在这里了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明白了 感谢佩和 欧洛伦先生 在收到通知之后 请尽快前来画师出 知道了 谢谢你 谢谢奶奶 唉 这下你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旅行者 派蒙 这次谢谢你们帮忙 你们二位的事我都记得 等安对好欧洛伦 我会去见希诺宁 和他一起 准备打造古名 谢谢你 有来有往 谈不上劳烦 那回见 洗干净耳朵 等我希特拉利的好消息吧 欧洛伦跟我过来 今天还得给你在城里找地方住呢 再见 爷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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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啊 我 吓死我了 你居然在夜神之国见到了他 他还没动手 啊 这个欧洛伦到底要干什么 我看他刚刚说话都很诚恳 还以为是真的呢 说什么担心奶奶才不得不帮羽人仲做事 到头来就是个借口 实际上他就是跟羽人仲勾结了呀 嗯 说得对 还好你把这事告诉了我 我向来都支持你的判断 既然你想去那我们就去 距离约定的时间只剩一天了 到时候就去约定地点找那两个家伙吧 奇怪 没有人啊 啊 别是骗我们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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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很高兴见到你 你不要像个鬼魂一样从后面冒出来呀 抱歉 我习惯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你这个人老实道歉有什么用 看起来老老实实的 做事怎么这么奇怪呀 嗯 你说得对 奶奶也这么说 你讲话真像奶奶呀 有时候音调都很像 啊 你该不会也要叫我奶奶吧 也 不是不行 没有人跟着 到你的时间了 很好 你们如约前来 证明我没有看错人 但这种评价确实存在 公子告诉我 你们对未知充满热情 勇于涉险 我想和这样的人合作 而不是成为敌人 如果放任事情继续发展 我们势必会有一战 而我想要回避这件事 我久闻你在各个国家的战绩 你虽数次与我的同僚交战 但你也绝非蛮不讲理之人 当你掌握了火神马威卡 绝不会透露给你的情报之后 或许你就会重新审视我如今的提案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火神大人的计划 想要击败深渊拯救那他 他还需要等待两位英雄的出现 你为什么会知道 算了这不重要 反正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一直在关注计划的进展 坦率地说 他选择的办法风险很大 英雄是否真的能出现 这份力量是否真的足以击败深渊 万一有什么差错 那他甚至整个提瓦特 都要陪葬 你们觉得 他真的是别无他法 还是他有另一套紧急对策 只不过 从来没有透露呢 紧急对策是 即便是现有计划失败 也能让那他延续下去的方法 只是这种做法 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所以他将其作为了备选 会有这种想法 会有这种想法 可能源自于犹豫 或是恐惧 或是天真 可是现在的那他 已经没有时间等他醒悟了 我最担心的 就是过大的责任 令他越发无法直面 惨痛的事实 最后 连启动备选方案的时机 都完全错过 那他 将会毁灭 我们要替他动手 现在 在 对啊 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别以为靠这种一面之词 就会让我们相信你 你当时明明打算抢抢神之心 这不就是为了冰之女皇的计划吗 没错 你果然很敏锐 那件事 和女皇陛下并无关系 但既然在争斗中落败 我不应该再去打神之心的主意 但我想要拯救那塔的目的 并没有改变 现如今 我已经找到了新的方法 如果我们达成一致 但是 现在就可以 哼 啊 有人在这里 哎 队长消失了 某种气息正在靠近 糟了 某种 是你奶奶 西特拉利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早在上次我们缤分两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藏起来的仪式用具 灵魂出窍的旅行者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要干什么 欧洛伦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背着我们跟愚人中勾结 又来了 一挨骂就保持沉默 你以为这样就能逃避吗 我没有逃避 还敢嘴硬 好啊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 心虚 奶奶 对不起 你 我的我的家伙呢 怎么没带根棍子 西特拉利先别急着生气嘛 这次 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知道队长不打算继续抢神之星了 有什么事都等回去再说 好吗 听清楚 你现在还能站着 多亏了他和派盟的求情 不要以为我不打算收拾你 说得对 走吧 先回城里再说 你们两位 方便的话 帮我盯着点欧洛伦 我活到现在一把年纪 从来没遇到过你这样的孩子 这件事的利弊你难道不清楚吗 欧洛伦 你又不傻啊 为什么帮助队长 给我老实交代 不说 可以啊 真有你的 那我换个问题 队长又要做什么 啊 不说 可以啊 他跟纳塔有什么关系 装死 竟然对奶奶装死 动动脑筋好好想想 帮助队长对你有任何好处吗 只会给你和整个燕民主 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你平时明明还算听话 这次为什么冲动又鲁莽 有顾虑完全可以跟奶奶说 有顾虑完全可以跟奶奶说 不是采取这种做法 他看我们干什么 抱歉 恨你们也跟着听 你身好心 一般人可能已经逃跑了吧 不是谁都乐意听奶奶抱怨 还敢在后面说悄悄话你们 对不起奶奶 对不起奶奶 罢了 反正像我这样没微信的老太婆 说什么也就是耳边疯 你们翅膀硬了可听不进去 嘴上说敬重我这个奶奶实际上呢 以后啊 也别让依法送什么土豆卷心菜到我家来了 我不要你这个臭小孩的东西 依法是谁啊 快递员吗 不重要 跟这小子混久了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一长大就管不了了 我又能说什么呢 乌鲁伦 要是你到现在还想着所谓的使命 可真是大错特错 地脉变成这样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那件事也早就翻篇了 好像进入了唠家常的环节 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了呢 不是的奶奶 你总说一些自暴自弃的话 但我知道很多只是说说 我也知道这次你是真的伤心 对不起 这个声音 乌鲁伦 你在哪儿 他听起来怎么在很远的地方啊 可他不是就在这里吗 真的很抱歉 拯救那塔是每个人的责任 乌鲁伦 你给我回来 乌鲁伦 可恶 植物包子磨成的粉末 他就拿这个耍障眼法 他怎么突然一下消失在远处了 喂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一种小把戏 将包子磨成粉末 撒在空气里 把握得好就能营造出一道幻影 根本看不出破绽 难道他每天坐在田里 拿着东西补野味 练得出神入化的 唉 在这种地方精益求精有什么用啊 臭小鬼 气死我了 下次见面 我一定要打断他的腿 唉 你先消消气啦 不过 为什么欧洛伦要三番五次地跑掉 如果是要保护那塔 为什么非得离开我们呢 他们刚刚好像试图跟你沟通 很抱歉 我打断了你们的交谈 不过就算听完那些胡言乱语 也不见得有什么帮助 这小鬼 恐怕是担心他的嘴迟早会被我敲开 才不惜一切逃跑了吧 真是的 里城里还有段路 慢慢走吧 正好让我想一想 该从哪里开始说 你们有空吗 肚子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对哦 好久没吃东西了呢 一放松下来就觉得好饿呀 走吧 找个酒馆坐一会儿 我请客 真的 有人请客都不要 对哦 回来路上希特拉利花变得很少 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哎 他说的没错 我们已经是很成熟的冒险家了啦 可以自己付钱的 怎么连你们也不需要我请客了 就想请你们吃顿饭而已 不需要帮你省点钱吗 钱算什么 看在一起走了不少路的份上 让我来吧 给无聊的老婆婆一个请客的机会 好说好了 希特拉利 打起精神来呀 吃点烤肉排 心情自然就好了 不用担心 你在看什么 门口是不是站着两个人啊 长得好像啊 是双胞胎吧 啊 可是那里只有一个人啊 嗯 怎么会 我糊涂了 老板 再来几杯 他该不会喝醉了吧 来咯 您要的酒 哎呀 黑妖石奶奶居然带朋友来 来的还是前段时间大出风头的旅行者 哦 你知道我们 那当然 你们不是救了卡奇纳吗 难怪能和希特拉利做朋友 一般人他才不理会呢 哎呀 不知多久 没见过奶奶有新朋友了 你们还真都叫他奶奶啊 叫奶奶还算客气的 我这个辈分啊 叫他太奶奶都行 他在烟米主也是出了名的人物 平时没人敢跟他打话 嗯 香卡 当着我的面搅舌根啊 哎 瞧您说的 我怎么敢搅您的舌根 看见您有新朋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老酒客的朋友 一定也是他主顾 哎 行了 你去忙吧 不用盯着我 我又不会吐你桌上 哈哈 您说我就信了啊 嗯 希特拉利 希特拉利 嗯 谁叫我 哼 好啊 敢叫我的名字 是想跟黑钥匙的希特拉利 比试比试 对不对 你醒着吗 感觉你在对着空气说话 哼 非要跟我比 然后呢 输给我 觉得我很可怕 躲着我 希哥两个都这样 说我是萨玛里的老妖怪 嗯 你说 我难道真是老妖怪 我哪里像妖怪了 希特拉利奶奶才不是妖怪呢 没错 别以为我闲得很啊 我告诉你们 我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嗯 帮首领排忧解难 与大灵对话 明显 还有 照顾那些来求学的小鬼头 嗯 新来的 对对 就是你 嗯 还装傻呢 我不是教了你找人素的办法吗 你就说 我教的对不对 好不好 嗯哼 总算有个懂礼貌的 没错 奶奶我很可靠 很认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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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她不会是睁着眼睛在睡觉吧 我的天哪 她 与此漆黑为谋之中 揭开增悟的篇章 烟雾 烟雾 烟雾的背后 啊 奶奶在冥想呢 喝多了就会这样 可不是在睡觉啊 她现在脑子转得很快 这也是烟米主的专长嘛 与其说是烟米主 不如说是希特拉利的本事 别人会的东西她几乎都会 但她会的 别人未必有机会学到 戒备 戒备的红色 生起了 就在那双眼睛里 呃 旅行者 潘某 我 怎么了 我 有点 想吐 忍住 忍住啊 啊 还好没吐出来 哎 吓死我了 还以为你真会吐在桌子上呢 这么没品的事情 我不可能当着你们的面干了 以前也没有吐过啊 没有的 你还好吧 要不要走一走 整理一下呼吸 唉 唉 我有好多话想说 但开不了口啊 为什么呢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嘛 你呀 想得太理所当然了 我们认识也没多久对吧 跟刚认识的人抱怨私事 会被人讨厌的 我懂了 你是在要求我们 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能讨厌你对吧 不是啦 你这小家伙没有基本的羞耻心吗 羞耻心 唉 我活到现在都舍弃不了这种东西 你 你总不能没有吧 呃 其实 其实 嗯 嗯 说什么 说吧 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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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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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别太伤心啊 没什么的 我们觉得那些都是很正常的抱怨啦 我真的受不了自己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平时嘀嘀咕咕不够 在心里唠叨都会被人听去 这应该吗 这种事儿 就像家门没锁 别人好心来送卷心才却发现你穿着水衣躺在地上打滚 你怎么还干过这种事啊 谁还没件水衣啦 别说两百岁 人就是活到五百岁 一千岁 也会穿着水衣打滚吧 我这是做了大家都会做的事 跟我出去走走吧 有些事想跟你们分享 他彻底绝望了 像那种被逮捕的犯人 打算将犯罪过程和盘拖出 接下来洗心革面 在监狱里毁过终生 怎么样 风景还不错吧 我最喜欢一个人来这里了 这里是也确实很好呢 好想哭 别真的哭啊 我们哄不了 打个比方不行吗 真是的 明明是你们在帮我 居然还对我说谢谢 我太糗了 我们还是多随便一点吧 否则太难受了 真的 我还以为 希特拉里是那种很讲究规矩的人呢 我 以前算是那样的人吧 有一点你说对了 我确实很少这样对待夜明主的族人 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古怪的老太婆 这种认知已经流传很久了 很难打破 但我觉得 你跟普通人也没区别呀 哈哈 烟米主的小家伙们 听见你说这话会吓死的 要是奶奶可是不得了的人物 请注意态度 他们会这样说 希特拉里确实很有本事 他们是不是怕你 有些是怕我 有些是不服气 又打不赢我 慢慢的 大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跟我相处了 你们呢 不怕我吗 我们 我们根本没觉得你可怕呀 哼 那是因为你们不在烟米主生活 不知道我这个女人毁灭了多少人对于才华的幻想 看到我啊 他们就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 也不可能像我这样成为活着的传奇了 等一下 我没捶你啊 你可以不信的 要不然 要不然但我没说 哎呀我们没有不信嘛 希诺宁也说你可靠的很呢 而且我看欧洛伦也不怕你 因为你是她奶奶吗 是啊 而且那孩子 情况也比较特殊 你们帮了我和欧洛伦的忙 也知道马维卡的计划 我认为你们有必要了解真相 其实 欧洛伦在纳塔 算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我说过她是被遗弃的 而之所以遭到遗弃 是因为她的灵魂有残缺 这在烟弥主是非常不祥的征兆 往往会带来厄运与灾病 没人知道她父母是谁 她就那么被放在野外一块石头上 多亏她运气不错 没有被野兽之类的吃掉 烟弥主们坚信自己能看到人的灵魂 而欧洛伦残缺的灵魂 使她为当时的纳塔提供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通过祭祀 让她成为载体 让四散的灵魂汇聚到欧洛伦身上 再将她送入夜神之国 如此一来就能够完成仪式 强化地脉力量 等一下 听起来不对劲啊 你看 你一下就抓住了重点 夜神之国受损后 内部的灵魂会溢散 这些灵魂无法回归地脉 只能游离在外 其流失也会令夜神之国进一步衰败 刚才说的办法 能够一次性将大量灵魂送回去 对两者都是好事 只不过 作为载体的欧洛伦 完全就是被活祭了 我不奇怪当时的族长想到这种办法 地脉情况极度糟糕 谁都不想拿它毁灭 刚才有适合的人选 总想试一试 族长问了我的意见 我没有认可 也没有明确反对 于是他们尝试了 但失败了 欧洛伦因此逃过一劫 很可笑吧 现在想想 不认可未必就是正义 不反对倒真的是纵容 万一一事成功 欧洛伦已经死了吧 在燕迷主眼中 生与死并不是那么需要避讳的东西 可让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送死 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成全别人吗 这太不公平了 所以得知计划失败 我一边觉得自己极度可耻 一边又偷偷地开心 这个计划本身并没有严格保密 或者说保密也没有意义 欧洛伦长大之后只要调查 就知道童年的经历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以为 她会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她也的确没说什么 但就在我都快放下这件事的时候 她突然问我们 爷爷奶奶们 如果当时仪式成功了 那她是不是就能得救 啊 怎么会这样 这又不是她的错 是啊 这个道理她明白得很 可还是觉得遗憾 而且她对灵魂的感知很强 比别人更清楚地脉的情况有多糟 也许直到今天 她还觉得自己有责任为那塔做什么 才选择跟愚人仲合作吧 真是的 愚人仲到底跟她说了什么 记得吗 队长说过她已经找到了办法 难道欧洛伦也认为这个办法行得通 总觉得不能放任她这么下去 我们得把她劝回来 好 喂 希特拉利 你脸色不太好 没关系嘛 要不要回去睡觉 我大概是喝多了 没关系 吹吹风就行 果然还是喝多了 算了 我回去吧 我到底该说什么来表示感谢呢 你们帮了我非常多 真的 别客气 我们是朋友们 而且你也说了 你欠我们人情啊 那我们更没必要怕你了 对不对呀 也是 那好吧 我先去睡觉 回头再一起想办法 我会记住的 朋友们 我会记住的 朋友们 我会记住的 朋友们 也对 找她最快了 但都这么晚了 她应该睡了吧 明天一早就去 现在我们也该 啊 该睡觉了 啊 怎么感觉外面有点吵 我还被睡醒呢 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 你们起来了 我刚打算去叫你们 你居然起这么早 明明昨天晚上喝成那个样子 应该说你很了不起吗 别提昨晚的事了 我也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啊 我也是被吵醒的 你们看 本来聚集在竞技场的战士们 都行动起来了 我听说很多地方 都遭到了深渊袭击 叶明鼠也成为了目标之一 我必须马上回去 啊 深渊又来了 那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需要我们帮忙吗 没事 驻扎在各地的战士 也行动起来了 因为响应非常及时 师太估计不会太严重 尖辑场这边也缺人手 你们去帮助他们吧 事到如今 我不打算再给他找借口 这个臭小鬼 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承担责任 我是他的担保人 我会去跨石处如实汇报情况 无论他们打算怎么处理 我都会接受 但我应该能说服他们 让我先回燕米主处理危机 至于古明的事 等解决前面这些问题 我马上回来找西诺宁 放心 我不会忘记 我不会忘记和朋友的约定 嗯 谢谢 那我先回去了 他走得好急 看来情况有点严重 很多人都在往赛场的方向走 我们也去那边打听一下吧 喂 这里这里 旅行者 我们的一箱之星突然出现 原来你们都在啊 不过这个一箱之星是什么 哎不用在意了 就是在说你们很厉害 情况紧急 正好是你们大写伸手的时候 你看 对了对了 我们还不知道现在的具体状况呢 我来解释吧 深渊突然袭击了沃鲁之邦 燕米主 回生之死 以及几处野外的营地与少塔 嗯 袭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各个部族因为战力还算充足 暂时没有很大的威胁 可是那些正好在野外撞上深渊的冒险家 或者商人 就倒了大霉 我和姐姐之前一直在野外搜寻 和治疗幸存者 刚回来没多久 又得出发了 我也要回一趟沃鲁之邦 以防万一 那马拉尼呢 你打算去哪儿 既然这样 我去回生之子帮忙吧 距离最近 很快就能到位 你们呢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这样啊 看来是有很重要的事 没关系 那回生之子就先交给我们 说不定 你们和火神大人聊完之后 深渊的威胁 就已经被我解决了 唉 那样倒是最好了 希望沃鲁之邦也不会有事 放心放心 他们的块头可不是白练的 那就在这里分别吧 各位无论去做什么 都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别染上什么脏东西 让我又要多操一份心 我们两个的事能不能暂时放一放 哈哈哈 没事了没事了 都是好心好意嘛 那我们快去找火神吧 赶紧说完 然后去帮忙 哦 是你们哪 好久不见 正如你们所见 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各地都有伤者出现 施机实在不凑巧 本来我对你们这段时间的冒险见闻很感兴趣 可如今 只能长话短说了 没事没事 我们也很着急 马上就要去回生之子 什么 原来他笃定我有更加破釜沉舟的做法 只是我舍不得 鱼人众的情报收集能力果然不可小看 关于神之心 确有其事 但并不完全 既然你们问到了 我可以坦诚回答 只是要请你保密 假如我真要运用神之心的力量 确实能拯救那塔 但会付出很重的代价 这个方法能抽空整个夜神之国的灵魂与记忆 编织出一张包裹住地脉抵抗深渊侵蚀的大网 啊 用灵魂织网 可 可这是不是意味着 对 灵魂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它的残酷性已经不言而喻了 夜神之国不仅承载了灵魂 还有记忆与传说 这些都会变成织网的材料 我们的文化历史都会随之消融 倘若我们不能在支出的网 再度被侵蚀之前 彻底解决地脉破损的问题 这种牺牲便突然无功 代价太沉重了 这不应该纳入我此刻的考量 我不仅要考虑胜利的方式 还要考虑胜利的意义 诚然 我们现在想要执行的计划也有风险 但这已经是在我权衡之后 认为最值得去做的一种了 嗯 可能是纳塔这片土地太过特殊 长久面临深渊威胁 历代火神都会有悲观的考虑 准备最后的手段 不仅是为纳塔人负责 还是为提瓦特其他国家的人负责 不过这种做法的秘密 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我非常好奇 队长是如何得知的 还有另一件事 队长说他找到了新的办法 不会也是这么寂静的做法吧 没有神之心 他应该没有其他手段了 可是他也没有以此虚张声势的必要 看来只能追查队长在干什么 来解答我们共同的疑问了 看你这表情 不会有那么一瞬间怀疑过我吧 就是啊 怎么可能 你在说什么啦 很像你的回答 我喜欢你的坦诚 可能是因为慎重或是急切 也可能单纯是因为好奇 但无论如何 你和我的目的 拯救这里的人都不会变 在我讲完我的回答之后 现在还有怀疑吗 吓我一跳 你这是谁都敢惹 这样才更好啊 对了 你们可以直接叫我马维卡 我的好朋友都会这么叫我 我还是喜欢这个名字 关于队长的事 调查愚人众行踪的情报人员 应该也快回来了 我们很快就会收获答案 好的马维卡 也就是说还要再等一会儿 目前来说还没有 虽然这次深渊同时入侵了几个地方 但驻扎在附近的战事能够应对 调度完人手 还剩下两三个难以兼顾的地点 我会直接带几个人过去解决 放心 你要亲自上阵吗 你应该已经把力量献给了圣火 对 这是没错 现在我远远不如魔神那么强大 但别忘了 在我成为火神之前 也是一位成熟优秀的战士 于情于理 我都不可能只安心待在后方 对吧 我只是觉得 多一个人就会多一分力量 至于什么鼓舞倒是其次了 长远来看 就算我们的响应足够及时 这种处理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 我也考虑过将纳塔人转移到其他国家避难的方案 但由于夜神之国和纳塔人的关联紧密 强行离开纳塔的后果太沉重了 我已经联系了各部族首领 让他们加强营地的防御 也提醒部族成员尽期减少外出 接下来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将纳塔的现状公开了 有点担心 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嗯 但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反应 没关系 这些由我来考虑 等队长的调查有了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和你们取得联络 对啊 我们也要赶紧出发了 那我们去追玛拉尼 她现在应该还没走多远 嗯 放心好了 快点 到这边来 这里是安全的 卡奇娜 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已经全部带出来了 是旅行者和派蒙 他们来了 啊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有个地方 伤队被困在了那里 得赶紧把他们救出来 我们一起去 我 我也要去 交给我们 保护好自己 谢谢你们 还以为我要没命了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不用客气了 没事就好 我看看 嗯 东西也完好无损 嘿嘿 看来深渊一点都不喜欢摩拉 这样一来 回生之子附近的深渊界门应该都被解决了 啊 太好了 吓死我了 对了 西太拉利呢 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 哦 因为燕迷主也受到了袭击 所以他先回去了 古明的事只能晚点再说 这样啊 也对 眼前的事更紧急一些 总之 这里也不方便聊天 我们回部族里去吧 好像还是有些人受伤了 唉 要是我能再早一点到就好了 深渊发动攻击的时候 的确气势汹汹 我听见警报的声音就冲了出去 那时候深渊魔物的数量实在有点棘手 但没想到只过去了一小段时间 卡奇纳就带着好多纳塔战士赶了过来 大家齐心合力 一下子破坏了好几个深渊界门 啊 不是我带他们 我只是跟着他们而已 但在野外驻扎果然是个很棒的主意 不然根本没办法来得这么及时 本来我还觉得草地湿漏漏的 睡起来不舒服 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很值得 你是指夜神之国的现状吧 对此我也有同感 就算我们依然保守这个秘密 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察觉到了什么 现状越发糟糕 而我们只能等待 不急躁是不可能的 火神大人的计划 最后两位英雄究竟什么时候出现 依然是未知数 帮助火神大人争取更多的时间 不就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吗 要打起精神来呀 每次战斗都是有意义的 嘿 你还真是积极 总是能想办法给我们打气 谢谢夸奖 嘿嘿 这可是我最自傲的品质之一 虽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 但火神说 神之心的力量能缓解眼前的现状 只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队长不知为什么也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去和火神大人打了一架 质疑他为何有办法 却不愿意用 说实话 假如队长了解的信息同样全面 那他会产生质疑 我也不是很意外 可能是因为风险太高了吧 六位古名的继承者是否能齐聚 就连我们也没有把握 我们离开竞技场之前和马威卡聊了下 他认为队长想做的事代价太高了 想想也是吧 如果真的有更安全的做法 为什么不做呢 嗯 我也愿意相信火神大人 之前卡其娜的那件事 他显得很真诚 并没有搪塞我或是想要逃避 他为了卡其娜 烧掉了所有宝贵的纪念品 他明白神明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我不相信这样的他 会在拯救娜塔这件事上有任何保留 是啊 在队长的眼中 衡量代价的标尺一定与我们不同 生命固然重要 但历史与记忆也拥有同样的价值 虽然我感觉马威卡身为神明 做不到之无不言 但至少这件事他应该没有保留吧 那问题就变成了 队长找到的另一种办法是什么 为什么就连火神大人都不知道呢 对啊 而且队长是从直冬来的吧 愚人重想要救娜塔 光是听到这里就很奇怪了 哎 脑袋快炸了 看来还是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 只有等知道了愚人重在做什么之后 才能找到答案 那要不然一起走吧 马威卡说他正在调查愚人重的行踪 很快就有结果了 愚人重有那么多人 总是能抓到马脚的 好 我和你们一起回去 正好我也有一些模糊的猜想 如果能再获得一点情报 或许就能推断出真实的情况 马拉妮 你要不要加入助手的队伍 哦 我刚刚就想说了 当然了 我也想加入 如果我来得再快一点 可能有两三个人就不会受伤 在下次战斗里我们就会多两三个支援 这都是连锁反应 那你现在就去报名吧 很快就会有回复了 现在特别缺人 报名 没那个必要了 我就跟着你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就行了吗 也 也不是不行 但 你还是要听指挥哦 放心吧 我懂 我只是不想跑那么远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 之后有机会的话再一起进攻吧 嗯 机会有的是 嗯 机会有的是 马威卡 哎 怎么恰斯卡和奎可也在这儿 奎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用担心 他们两个在野外行动的时候发现了鱼人仲 于是就进行了跟踪 鱼 鱼人仲 别激动 我再来讲一遍吧 事情是这样的 小心 是鱼人仲 他们也被深渊袭击了吗 不 好像不对 他们好像是在保护一支旅队 你看 就在那里 真的 是那塔的旅队 难道是正在进行什么交应 我们再观察一下吧 没有受伤就好 最近深渊魔物自四处涌现 还是取消旅行计划 去竞技场或者部族的营地修正一段时间吧 谢谢 谢谢你们 可是我们 真的没有什么能报答你们的东西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发现你们遇到危险 于是选择了出手相助 如果说到报答 我们唯一希望的 就是不要和其他人提及我们的事 就说你们是受到了那塔战士的帮助 这 这个没问题 我们能做到 可是 无必将保守秘密是做一种包庇 我们没有在做坏事 队长大人只是不希望受到打扰 这是一种期待 决定权仍然在你们 如果愚人重想要封口 自然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 明 明白了 我们快走吧 听见了吗 队长 那个人提到了队长 不就是火神大人正在找的人吗 哼 看来我们抓到大鱼了 不过居然不是交易 只是偶遇之后的协助 也看不出有什么图谋 当队长说他的目的是拯救那塔 我觉得非常难以置信 但眼前的事 好像都在为他的言辞作证 真的是因为我们对于人中的刻板印象太重了吗 还不能这么说 我们跟上去 看看他们去哪里 打算做什么吧 原来他们的目的地是这里 周围都有重重把守 好麻烦呀 你在这里等我 奎客 我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喂喂喂 等等姐姐 你又开始了 眼前这种情况你要怎么进去啊 嗯 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地形 他们可能并不熟悉花语会的移动方式 我知道 但深处的地方我们现在也看不到 怎么保证还有合适的掩体 而且一个人行动 视野总是有盲区的 越是戒备森严的地方 越有调查价值 但是 就算队长本人不在这里 我觉得也能搞清楚与人众在干什么 既然是如此重要的情报 当然值得去冒险 好吧好吧 我知道我劝不住你了 那这样吧 我和你一起去 你这方案还不如我提的呢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外面奔波 四处救治病人 身体已经很累了 我有自信可以自保 但现在的你呢 我也可以 你信吗 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事 还是说你觉得 姐姐一个人闯进去还不会乱来 这种假设更有说服力 从小到大 我坚持要做的事 从来没给你添过麻烦吧 反倒是你 行了行了 再说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要耽误了现在的好机会 这算你认输了吧 放心好了 我也是花雨会傲人的年轻一代 这种场面我当然能搞定 那还是像以前那样 我们分头行动 用手势给对方传达信息 避免事业上的盲区 有必要的话 互相进行掩护和支援 绳子带好了吧 嗯 走吧 走吧 这些地方全都有愚人种在盯上 还是等待奎可给我的仙子 听唤吧 怎么办 是 听听信号吧 就是现在 机会宝贵 一定要抓住机会 好 顺利过来了 没有被发现 接下来是 那边的高台 上面也有余人中 魁渴那边的视野依然很好 等待他给我消息吧 信号来了 趁现在 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没办法提供有效的支援了 我也得继续前进才行 姐姐好像也察觉到这件事了 正在准备帮我观察余人中的动向 我听她的吧 似乎就是现在 好险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一口气冲不过去 等下个机会吧 好机会 我上来了 看来我也没比姐姐差多少嘛 我看看 我看看 好位置被愚人中占得死死的 嗯 绕过他们倒不是不行 但 嗯 嗯 嗯 有了 嗯 什么声音 有什么东西爆炸了 哇 好臭啊 哇 好臭啊 好臭的味道 你们干什么 啊 我还想问你们呢 嗯 嗯 很好很好 果然吵起来了 这帮人肯定看愚人中不爽很久了 就想找个借口打架 那边山上的人也去支援了 好机会 姐姐姐 看我手势来接我 可可知是 很聪明嘛 我来了 手给我 快 来了 走 这边我看过了 一个人都没有 很适合靠近最深的地方 你看吧 像我这样的好帮手 别人肯定都求之不得 只有自家的姐姐会嫌弃我 哼 这叫什么事啊 我承认是我的问题 奎克 你做得很好 啊 我话里带刺 你却这么爽快地承认错误 那不是显得我才是小气的那个吗 先专注在我们要做的事上吧 现在可是在敌人的腹地 浪费时间 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知道了 你不计较 那我也不计较 只是我没想到 鱼人中这么兴师动众 居然是在挖东西 嗯 他们会对文化历史之类的事情感兴趣吗 看样子 他们在找的 是龙留下来的密原机关 这种上古时期的东西 留下的记载非常少 就连我们本地人都搞不清楚使用方法 居然会被鱼人中定上 不错 能够正常使用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队长大人需要的吧 真是难找啊 走吧 带上东西回去交差 啊 回去 回哪儿去 我们要继续跟踪吗 你打算继续跟着我 那肯定啊 我们合作那么完美 哪有就地解散的道理 嗯 什么声音 完了 被发现了 快走 石头掉下来了 小心你的宝贝 什么 可恶 敢戏弄我 给我抓住他们 我们好不容易甩开鱼人中的追击 又再次返回追踪 发现他们收集了好几个相同的东西 不过他们暂时还没有展开下一步行动的意图 我们就先回来了 所以 奎可是在被追击的过程里受伤了 他自己没有分寸 返回竞技场的路上 他虚脱了 至少行动中我没有给你添麻烦 对吧 我的全胜记录还在继续 就结果而言 你们做得很好 作为外人 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嗯 我明白的 其实 已经在反省了 按照现在的情报 鱼人中的目标是远古的蜜元机关 这种东西在我们眼中都谜团重重 队长究竟看中了他什么 我也不明白 总之 先从可能和神之星产生类似效果的方向开始查 西诺宁 去把那塔境内的蜜元学者都召集起来 嗯 我去联络 辛苦你们二位了 奎可记得要好好休养 之前你照看过的病人送了很多慰问品 麻烦化石处的人转交给你 我也准备了一份博礼 会一起送到你的家里去 就当是表达我们的谢意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有心 说明我做得还不错吧 但火神大人的礼物我们不能收 为了那塔这都是应该做的 我带他回去好好休息一阵就行了 里面有奎可特别喜欢的龙龙饼干 啊 那我要 谢谢火神大人 你呀你呀 嗯 怎么说你好 对了 也有你们的份 等会儿都来尝尝 我也很喜欢吃 嗯 我现在就去调查密原机关的资料 有进展了 我会尽快联系你们 嘿嘿 有好吃的啦 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我准备把奎可送回家里去 让爸爸妈妈盯住她 静养一段时间 别说得像看管犯人一样啊 我觉得我躺一两天就好了 没必要回话语会吧 你就是每次都这么想 总觉得是小事是小事 最后才会变成大事 要是我就把你丢在旅馆休息 什么时候深渊再出现 你听到号角声 肯定就又冲出去了 我不会 不会的 我保证不会 好吧好吧 你是对的 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对医生来说 就算再苦再累 只要一时还在 就没办法见死不救啊 虽然很不甘心 但你说的没错 嘿嘿 想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还打算阻止卡斯卡呢 我会阻止我面前每一个试图冒险的人 因为我是医生啊 不想看到有人因为蛮肝而受伤 那你就应该将心比心 我是你的姐姐 我们的关系比医生和患者还要密切 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吧 谁跟他一样 我很清楚每次行动的风险和代价 谁要跟他一样 总是过度自信 一旦出了事就会找原因 你这话有点不负责任了吧 大不了我们仔细清算一下啊 别别别 不要吵 就当我没说过那句话好了 别担心派蒙 不是你的责任 吵架也只是我们的一种相处方式 其实不怎么往心里去的 是啊 而且其实我也承认 这么多年以来 我确实从姐姐身上 学到了一些坏毛病 比如一起用事什么的 这也没办法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呢 你这话听着 总让人有点不舒服 那你们这 算是和好啦 在其中一方彻底妥协之前 我们的分歧是不会消失的 但这不代表我们要 剑拔弩张的一起生活 是啊 我会保持轻松的心态 熬到你打算放弃的那一天 嗯 那你慢慢等吧 走 我带你回去 那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告别吧 如果回家之后没有别的事 我会尽快赶回来 你也不用这么急嘛 陪家里人吃顿饭吧 嗯 再见了 旅行者派蒙 取得别受伤哦 我感觉他们两个 再过不久就能和好啦 嗯 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事 要不要先分析一下 啊 嗯 不好意思啊 又在不该出现的时刻冒出来了 嗯 一脸尴尬的样子 是不是有事找我们呀 好吧 我就直说了 打扰你们休息的事先放一边 下次请你们吃炭烤肉排 哦 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朋友之间怎么能叫吩咐呢 我是来分享消息的 还记得上次 各回各家睡觉之前 我们聊了什么吗 记得 你跟我们说了 欧洛伦的灵魂有残缺 还说他一直想要帮助纳塔渡过难关 那天你走后 我跟旅行者讨论过 他肯定是回去找队长了 你觉得呢 没错 我完全认可你们的推测 而且就在刚才 我验证了这一点 欧洛伦回来了 他甚至参加了燕咪珠保卫部 做营地的战斗 哎 他竟然回来了 我劝他放弃正在做的事 但他不愿意 他说计划只差一步就要成功了 不可能退出 他还说 回来是因为对燕咪珠有责任 而离开是因为对纳塔有责任 你没去抓他算账吗 保卫战情况非常紧急 我得以不足为重 不可能分心去对付自己阵营里的人 而且 他猜到我会发现他 一直很戒备 始终站在很远的地方 几次观察下来 情况都不允许我去抓他 唉 都管我叫奶奶 到头来我这个奶奶 什么忙也没帮上 别这么说嘛 你和燕咪珠的大家都是家长 照顾他长大也很不容易 唉 你说得对 这次见到他回来 我忽然想起 小时候他也是这样 在部族里乱窜 随便跑进一户人家就坐下来 他是全燕咪珠的孩子 也是纳塔的孩子 一个孩子想为家人做些什么也很正常 再说 这小子可是我的徒弟 他会的把戏无论好坏 哪有我不会的 你的意思是 看 还记得欧洛伦的灵魂有残缺这件事吗 为了维持他的灵魂稳定 我给他做了个护身符 这个宝石就是装在护身符上 真正起作用的部分 正好到了需要定期更换的时间 既然靠近不了 我干脆把宝石放在物资补给袋里 让来燕咪珠驻站的医法帮忙拿给他 医法你们知道吧 不认识吗 是本地很有名的兽医 他是欧洛伦的朋友 经常往我这儿送东西 医法不知道情况 就这么帮着拿过去了 欧洛伦只要打开 就会发现里面有宝石 他也一定会自己更换 那对他很重要 他一定会防着那块宝石 但他想错了 花招在袋子上 一旦触碰到袋子 他的一部分记忆 就会被复制到 替换下来的老旧宝石里 好厉害 还能做到这种事吗 一般人不能 我可以 就像他用小把戏 叫你的灵魂抓到夜神之国 也并非难事 我的动作比他更轻柔 他发现不了 也就是说 这里面是欧洛伦记忆的辈分 小鬼 跟我斗 也不看看你几岁 黑鸟师奶奶果然好厉害呀 那我们赶紧看看 她脑子里装了些什么 没错 我现在要看个明白 再找她算账 你们说 她会讨厌我这个奶奶吗 说实话 别安慰我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呀 我没有奶奶 不太明白呢 说真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个好家长 从前没去阻止医生 现在又帮不了她 可是不看的话 我大概到五百岁还会梦见今天的事 然后气醒过来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能是嫌弃醒过来 再开始哭 不对 谁哭 哎呀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还是得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就算欧洛伦之后生我的气 跟我闹别扭 搬到更远的乡下 也没关系 做奶奶的 保护自己的孩子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我不会怪她 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要不要我们陪你去 你说什么 你们愿意陪我 不行吗 我们好歹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我们 对 对 我们得知道她的记忆里 有没有关于于人中的线索 你们 好 我们一起去 说好了 等会儿谁都不准突然反悔 听见没 不会啦 你就放心吧 我们是专业的冒险家 嗯 我相信你们的专业性 接下来 我们要一起偷偷钻进别人的记忆 做些惹人讨厌的偷窥行为了 还好有证人 你和派蒙可以证明 我是卑鄙无奈的 准备好了吗 你们几个最近长势很好 以后会变成很高大的萝卜 还有你 依法说你太占地方了 但我觉得你是一棵好树 对吧 诶 火罗伦 最近怎么样 奥堪比叔叔 我挺好的 你呢 老样子咯 你干什么呢 又在给蔬菜起名字啊 没有 普通的聊聊天而已 真有意思 他们说什么 说你要来 还说你会带走一些蔬果 哎哟 意思是你又要送我吃的啦 嘿嘿 对了 昨天我还遇到依法 他说恰斯卡既养在他那的龙 把你的萝卜田踩坏了一小块 你们没打起来吧 没有 放心 我会不惜一切手段让他道歉 哦 给你的部分我已经包好了 拿着吧 呦 你还真知道我要来呀 嘿 天道 厉害哦 你还要 点起迷烟 人便能在幻影中看到前路 大家都这么说 哎那你见到最近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人了没 突然冒出来的 我没听说 鱼人中来了 带队的看上去是个大人物呢 手下人不多 但都是精兵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 咱们也不敢多问 遇上的话 你可千万小心 你似乎是烟弥主的人 为何独居在此 我喜欢一个人生活在野外 你就是鱼人中的那个大人物 这么想也不算错 我再找一个人 我猜 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 希特拉利 奶奶 这个外人找奶奶做什么 确实听说过 你找他有事吗 嗯 你试图隐瞒 看来问你没有意义 你不会向我透露 任何有关此人的情报 他能看出我在撒谎 他既然走了 就这么放弃了吗 喂 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找希特拉利 无可奉告 我会用我的办法找到他 我给你 你不怕 我看你 我会让你来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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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的消息 看起来并没有侵略的意愿 情况并未真正好转 我是没有兑现她的诺言 长官 不是什么人物 无需在意 他知道我跟着 但并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个人确实很强 我能感觉到 但 他似乎有些不寻常的地方 我说不上来 那种济世感 怎么 报告长官 我不知为什么头很晕 地脉紊乱 有些不该留在外面的东西 仍在徘徊 等等 他为什么会掩咪主的法术 而且 他这是在将外溢的灵魂送回地脉 这本来是很困难的事 他为什么轻而易举就能做到 这和他想见奶奶有关系吗 现在好像好些了 多谢长官 无妨 继续搜集情报 也别放松警惕 深渊随时可能袭击这里 一旦发现异常 立刻按演练内容 对抗深渊力量 记住 不可恋战 优先传递信息 是 愚人重也在对抗深渊力量 为什么 难道他 不是来做坏事的 跟踪他们到现在 这群人一直当务不存在 真够目中无人的 从下手口中得知 他名为队长 以前从没听说过 今天他一反常态 靠近了竞技场 他要做什么 你们俩随我进去 其他人按计划等候 通知各队 如果我没能达成目的 直接撤离 他要进竞技场 可是火神大人在里面 等等 难道他要找火神大人 长官 请原谅 我还是想确认 您当真要这样做 官网到此为止 现在应该由我接棒 那他不剩多少时间 是 队长彼时走进了竞技场 他想干什么 两个人都很强 这样下去 根本分不出胜负 他们还要继续打 等等 这是 在地脉附近也是这种感觉 有微弱的 灵魂外溢的感觉 从哪里来的 他是因为这个才要找奶奶吗 如果他死在这里 线索就全断了 不行 倒是你 没想到你的张眼小把戏 真的起到了作用 无论再浓郁的雾气 只要有太阳在 白天就不会变成黑夜 他只是不想 而不是做不到 你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还受了伤 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呢 我开始认真考虑你的价值了 你是从这里 听到了什么吧 不用勉强 能跟火神打到那种程度的 你是第一个 没想到你选了 最糟糕的时候出手 我一直跟着你 你早发现了 为什么不阻止我 走在森林里 难免遇到野兽 不是每一种野兽 都有勇气扑上来撕药 偏偏就是这样的野兽救了你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救你 不是为了索要什么东西 我的灵魂比别人敏锐些 能感觉到地脉已经很脆弱了 我不知道火神大人在做什么 他真的能拯救我们吗 而你对他的质问 就好像问出了我的心声 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你 原来你不只会隐瞒 但你或许还未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多鲁莽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救你 只会让我身陷困境 你公然在竞技场袭击火神 我出手相助 用了我拿手的法术 他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种法术来自燕弥珠 所以 你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看来你并不打算征求我的意见 因为现在谈这个已经太迟了 我想从事情的起因开始了解 你为什么找希特拉利 你认识他 在那之前 你是谁 你一定认识他 从你当初的反应我就知道 希特拉利是我的长辈 也是我的老师 这些法术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我有义务保护他 是吗 如果只想保护他 让我战死在火神手下 对你们来说才是最稳妥的 你却没这么选 还要我说得更明白吗 我想要改变目前的那他 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到一些事 你看起来很怪异 偏偏又像是能为我指明方向 怪异 人人都知道烟弥主有位传奇的黑药石奶奶 据说他最擅长和大灵沟通 而大灵掌握关于夜神之国的许多知识 大灵 夜神之国 为什么必须掌握夜神之国的知识 我怀疑 这是否属于你应当了解的范畴 别忘了 我救了你的命 你难道不害怕愚人中 都是忘恩负义之辈 人可以撒谎 但人的灵魂不会 我能感觉到 你的灵魂沉重而正直 你确实是烟弥主的人 我为我的贸然定论之前 你比我想的有能力一些 走吧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参与进来的本事 原来还有这样的做法 值得试试 并不是知译张王去保护已经破损不堪的地脉 而是更加指向问题根源的做法 重构地脉 绿星者 派蒙 你们俩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稍微有点头晕 我当然没事了 不过 我的火气也上来了 到头来 欧罗伦还是在乎曾经的事 认为自己说过他人帮助 有必要回报那些人 自以为是的小混蛋 他一一孤行又能做到什么 就为这种事 一而再再而三地躲着我这个奶奶 她现在真是翅膀硬了 觉得别人都管不了她了是吧 真是我叫出来的好孙子 不会再有下次了 给我等着 你们还挺像一家人的呢 奶奶和孙子都在某些地方非常顽固 这算有点吗 我顽固起来 比她很多了 我顽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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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似乎还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 刚才似乎还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 对啊 那个更惊人 队长要重构地脉 真的吗 我没明白 重构是什么意思 像命运的织机那样吗 这样做 难道真能解决深渊的问题 命运的织机 呃 有点难解释 总之是我们听说过的一种坎瑞亚装置 有着神奇的力量 不管怎么样 涉及到操作地脉的话 全部那塔人都会受到影响 事情就麻烦了 也就是说 队长从头到尾都没撒谎 欧罗伦的记忆可以佐证这一点 队长到底为什么 对拯救那塔这件事如此执着 我们得把这件事告诉马威卡 事不宜迟 对 能够得到手里的织机